OK,大家好,我是劉一恒 我們是中部地區物件術最多的頻道 當然我們的物件CP值也蠻高的 看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開啟小鈴鐺並且訂閱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商家的物件 那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苗栗縣卓蘭鎮的農地 就這一塊 476坪的農地 它大概一分半的農地可以申請之才是 它旁邊有了灌溉鉤區 這應該是大安溪的水 水源非常的充沛,看這邊也是 水源非常的充沛 所以這邊附近旁邊周遭的果園都是接這裡的灌溉水 抽上去灌溉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邊的水 是怎麼抽 原來它有申請墊 它有請墊 這是它的墊錶 墊錶在這裡 就直接用個抽水瑪莎 從這個溝渠這邊抽上去做灌溉的用途 好 那這一塊地啊 它就是淋這個水利地的道路 水利地的道路 然後 它是 面寬大概十幾十幾米 大約有十幾米 然後很深 深度很深 然後 當然是平坦的啦 然後它前面這一塊喔 連著這個溝渠是同一塊的水利地 所以這邊也算是有一點水利地 可以利用大概二十幾坪啦 大概二十幾坪可以利用 是跟這個溝渠的這個水利地 是同一筆地號的 所以不是私人地喔 也不是私人路 就是直接從這個溝渠的道路進來 還算方正啦 這樣還看起來算還蠻方正的 深度很深喔 大概四百多瓶 476瓶 總價490萬 相當於一瓶一萬塊 相當於一瓶一萬塊 如果說 欸學長 請問它多久有一錢買的 可能有 三年多有了吧 三年多了 它其實那時候買的時候 就接近這 接近這個價錢 然後呢 它又 花錢 花了幾十萬嘛 對不對 花了幾十萬 幾十萬整地 那因為這邊算是大安溪邊 當然這個不是河川地 這個不是河川地 那也是農牧用地 只是說 以前古代的時候 這邊的河川 因為它這邊的平原 都是大安溪衝擊出來的 所以說它底下都是 類似這樣子的鵝卵石 就是類似這樣子的石頭 然後呢 地主它花了幾十萬 把這個土質都改良過 整個都整地好 可以種植農作物 所以光整地的費用就花了好幾十萬 就花好幾十萬 有用心在整地 只是說 因為它現在想要賣 結果又長雜草了 又開始長雜草了 草莓剛收成完 草莓剛收成完了 現在是種草莓 它那個是自己種還是給別人種 租給人家 租給人家種 好好了解 反正 就是土壤還算肥沃 可以種草莓的 目前是可以種草莓的 隔壁是種番茄 對面是種梨子 對面這邊是種梨子 我們看一下這邊的路況 大概三到四 三米一路左右 大概三米一路 寬的地方可能有四米 寬的地方像這個應該有四米 然後慢慢走出去 有些地方是三米 甚至還有大概兩米左右的 我們這邊離卓蘭的市區很近 大概五分鐘以內可以到 像這邊如果有房子 通常應該是不合法 通常是不合法的 大部分是不合法的 有利很多這種農地的違建 但是我們這個有一分半 所以你要申請合法的制裁式 是可以的 只要農地有農用 符合標準都可以 他這邊路就沒有很大條 所以大車要進來比較難 但是那種小貨車 像那個發財車 三輪半的應該都還可以進得來 如果要蓋子才是 工程車要進來 大概 小心的 工程車是可以進來的 他總共是476坪 476坪 其實還蠻大的耶 如果要整理也是需要蠻費心的 因為炒漲得很快 你說這裡是什麼里 里長出社里 里長出社里 對 里面有一些住戶 那他們會把車子 因為這邊路比較大條 大概五六米的路 他們就會把車停在旁邊 如果說你的車 你的那個農地 沒有 就是沒有弄個停車的位置 這個停車就要停在這裡 當然我們有400多坪 隨便你弄 看你要停幾台都可以 那邊就是大安熙 這個方向是大安熙 我們慢慢走到那個 省道 他是省道3號嘛對不對 那邊出去 不是喔 他是省道3號進來的支線 然後我們來到這邊 就 這邊應該是最窄的地方了 這邊可以看得到 路很窄 剛好一台車可以過 不能會車 這裡就不能會車 這麼窄 這個大概兩米多而已喔 不到三米的路 開車要很小心 要不然會掉下去 這個真的要很小心 然後還是有人在這邊蓋豪宅 厲害 厲害 這麼小條的路 在旁邊蓋豪宅 這邊好沒有路名 他就苗 就是苗峰幾號 苗峰幾號 對沒有路名 鄉下地方很多都這樣 車子 車子來囉 請摩托車 這個車要彎著進去也是蠻難的 還好我們車不用玩進去 是直線的 我們車是直線出去的 不用玩 好險 阿右車這邊是種土桃 這裡地不錯 對啊 土壤 好 還有改過 還有整地過 這兩米多一點點而已喔 太大台車真的沒辦法 我們看到那邊透天 就是馬路了 到這邊就馬路了 到這裏 到這裏大車可以到這裏 然後那一條紅綠燈就是省道3號 紅綠燈那邊就是省道3號 就是離 因為是 這邊有那個右轉 往那個大湖 那路上會經過那個永安西餅 很有名的永安西餅 那如果是右轉 右轉就是往市區 左蘭的市中心 這邊左蘭的市中心走路可以到 走路就可以到 不會很遠 因為他右側這邊就是加油站 右側就是那個 左蘭往石缸的那個大橋 就在這裏而已 還蠻近的 那邊太曬了 我們在這裏結束好了 這邊就是右轉 就是那個 左蘭的那個大橋往石缸的方向 然後他這邊也是左蘭的市中心 很近幾百公尺走路就可以到 476坪 總價 490萬 那你可以查實價登陸 他真的 加上他省理的錢 他其實是平盤 他其實是平盤 火路 火路 對他是火路 如果說走另外一條路出去的話 就是往那個 後里 後里沿著大安西的那一條道路 那一條 那條叫什麼路 我已經忘記了 那個 那條路也很大條 往另外一邊的話 可以通到大路啦 兩側都是通到大馬路 火路的 那所以 因為這邊 好善好水 因為太無聊 好無聊 所以地主決定賣 因為買了之後發覺 地主好像是想要過什麼休閒退休生活 結果買了太偏僻了一天 所以 決定還是賣 很多人都這樣子啦 想的時候都想得很 理想化 退休之後要去找一塊地 偏僻一點沒有關係 偏僻一點沒關係 要怎麼偏僻 這麼偏僻 結果後來買 真的買了之後 後悔的也是蠻多的 因為真的是太偏僻了 因為他們 買的時候只想要 一心只想買的 要便宜 但是 說真的 年紀大了 小孩不會來這邊 大家都是往市區跑 偏僻的地方又不想來 因為真的是 好山好水好無聊 休閒生活 偶爾出去玩一玩 OK啊 真的要每天 來這邊熟草 小孩子不會願意的 OK 想 看下地方人就是這樣 看到誰 隨意就按喇叭 然後 然後 所以 買的時候 請 考慮清楚 這個是 是不是你要的 那 我也 遇過啊 那個買了之後 跟我說 他小孩說 我騙他 騙他什麼 他說 這麼偏僻的地方騙他來買 他說 他說來看過三次了 才決定要買 我怎麼知道 他 我以為他能夠接受啊 都已經 來了那麼多趟了 才下過選要買 然後 就自己 大家都是大人啊 能夠 都是自己決定 都自己都有決定權的 對啊 所以當然 要告我一定是告書的 所以我們真的沒有要欺騙你們 我說 我的影片也講得很清楚 這是非常的 偏僻的地方 對啊 果然 雖然他離市區很近 他雖然離市區很近 但是畢竟這也是 苗栗的果然 想清楚 有喜歡 再打電話給我 然後 我們的標題都有 都有電話 我的標題都有電話 希望 有喜歡 趕快打電話給我 不喜歡沒關係 我的物件數很多 是1000多件的物件 歡迎搜索我的頻道 看看有沒有其他你喜歡的物件 我們的物件數是 中部第一 應該也是全財第一了 以後 我們會陸陸續一直拍攝 所以一定要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 錯過我們每天 上架的新的物件 我們的物件數最多 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遍 中部地區最多的不動產 房地產 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錯 也不怕你買後悔 我們全部的拍攝都是一鏡到第一到位 沒有剪輯沒有廣角沒有美化 你只要在家裡 輕輕鬆鬆的滑手機滑平板 看一個TV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很清楚 明瞭知道 這個是不是你要的房子 土地或不動產 希望 希望 你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